翻譯 講到自己在考神學院的那一年 傳統想到一次導個學校新校園 很多人問我 傳統你怎麼會想報考神學院 你問擲每年未想考傳統 你是從小立志的嗎 不瞞各位 我報告神學院是一天的決定 我會想自己的人生 我從小一出生 活在一個比較貧窮的家庭 我家是抓魚的 我父親告訴我 從小以後這個魚船是要交給你的 我到國中打工跟爸爸出海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將來的人生會是怎麼樣 我出生開始有意思會講話 我是一個嚴重口氣的孩子 我姐姐嘲笑我 你小時候太可愛了 你每次在講話講第二句話的時候 你的右腳要抬得很高 往下一踏第二句話才可以出來 他怎麼想這個人怎麼會去當傳道去 我記得有一次在神學院第一次安排這個實習講道 在領會結束之後 我在做一次的禱告 我哭得嘻哩哗啦 我說主啊 這是一個口氣的孩子講出的道嗎 我說這不是我講的 我不斷地感謝神 那我為什麼說我是在最後一天才決定要報考 我們在我們這一屆是第二次徵召 記得報名截止是在8月15號 那時候我知道這個消息已經是8月份 我住在花東所以有東南區推薦我要去報考 帶到花東所有東南區推薦的是佛佛 生的安排真的非常的奇妙 我剛好前一份工作離職的時間就是7月31號 8月1號我就在家裡面 那後來沒有想到 欸 傳道因為校友一場商禮 想說按電鈴看這個7年再不在 學祖一場送禮就請天亮看你們有帥嗎 我嚇一跳怎麼會有人這個時候按電鈴 就學到就不然有人問你學請天亮 後來打開門是當時珠穆這個傳道是 我那時候在北部是五層穩傳道 改學珠穆的北部的船頭 他弟就要跟我講感謝祖你在家裡啊 小友講禮請你幫忙奉讀聖經 他就在送禮拜訪你討信經 他有這次總共已經推薦你去報考神學院 總共也推薦你是報考神學院 我心裡面有很多問號 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新冠主動到門後有發生的事情 後來那場商禮讓我思考人生結局 我從送禮以後要思考人生結局 我還是當中去應徵工作 我還是去應徵工作 後來突然下大雨我出了車禍 心跳如轉的下落台式出差禍 我說奇怪到底這齣戲到底沿到哪裡去啦 那過不久就接到我媽媽的電話 她說東部你的外婆已經病危趕快回來 那時候已經是8月12號的事情 於是我就開車到台東的馬屆醫院 一打開車門看見我的表哥是傳道人 很高興哇你回來報考神學院啊 我一頭霧水 後來照顧兩天 我開始思想人生結局 思考人生結局 8月14號回到家 我的爸爸看到我 第一句話 孩子你不要再逃避了 我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跟我約談了兩個小時 你這次要不要報考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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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講話 到晚上的時候 安排表 那個報名神學院的報名表 我爸爸從家會放到我的書桌上 我心動非常的糾結 不是報考要準備的嗎 怎麼這麼突然 難道神真的要檢選我這個人嗎 心中非常的抗拒 我說主啊如果不是 請你不要讓我通過啊 後來就開始審查 審查以後就通過了 通過了教會的審查 教區的審查 一直到有一次在準備考試的期間 我就翻到了以善亞書的53章 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以善亞書我們來看53章 以善亞書的53章 以善亞書的53章 我們從第2節來看到第6節 以善亞書53章的第2節到第6節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 像根出於甘地 他無家心美容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有無美貌 所以我們羨慕他 他被藐視被人厭氣 都說痛苦經常憂患 被人藐視好像煙面不堪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他曾經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分受害 為我們的罪內壓傷 因他受刑罰 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病傷 我們得意志 我們多如揚走你一個人 偏行幾路 耶和華時 我們眾人的罪 都歸在他的身上 我再一次準備考試 我無意間一翻 我覺得這是中間 一翻翻到以善亞書53章 以善亞書53章 不是覺得這幾個志氣 就吸引著我 我獨到一半的眼淚 奪框而出 心中有一個生命 不斷的責備我 主耶穌為你定在十字架上 你到底在一生當中 你為主耶穌做什麼 心中這種責備 一直在我心中 不斷的責備我 我感受到我的靈 是很憂傷的 那個憂傷是一個呼喚 主耶穌都為他的生命擺上 主耶穌就讓他生命擺上 我還是不斷的為我的未來來著想 我總是想到自己 我當中非常的難過 我就大哭一場 這個靈裡面的感受非常的強 這個靈裡面的感受非常的強 當下歸下祷告 聖靈非常的充滿 我一共有兩次的經驗 在當中的心境完全改變 從不願意到願意 主啊我真的願意 你這麼愛我 你這麼愛我 如果今年考不上 如果今年考不上 我明年還要再考 考到聖軍不要我為止 考到聖軍不要我為止 我覺得主耶穌不簡單 一個這麼自私的人 他卻能夠改變我們的心境 所以主耶穌的死一直在我的心上 他成為我的力量 更成為的事奉的動力 所以我們今天要常常帶著耶穌的死 我們才能夠真正活出耶穌的生命來 好啊